哈囉大家好我是毛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久違的粉底液PK的一台 大家可以參考我之前的粉底液PK影片 館主呢就是我最愛的雅士蘭黛粉石酒粉底液 而今天呢要來踢館的粉底液大大呢 是蘭蔻的零粉感超紫酒粉底液 那現在呢我來跟大家做一下它簡短的介紹 它的防曬力呢是SPF38 PA三個家 台灣呢總共有12個顏色 30ml的容量是新台幣2000元 我有一種在介紹選手的CD的感覺 主打零粉感零瑕疵零細紋 而且聽說呀蘭蔻的這款粉底液是特別為亞洲人設計的 因為同一支粉底液在國外的版本呢 它只有SPF15 而且我稍微比較了一下國內外官網的介紹 台灣的官網呢只有寫全天超持久 而國外的官網呢則有特別寫到24小時 但其實全天跟24小時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啦 而且甚至還寫到蘭蔻花了8年的時間 才研究出這樣的專業配方 聽說蘭蔻的這款粉底液是衝著雅士蘭帶而來的 畢竟兩個粉底液呢都是要主打高持久力跟高遮瑕力 那這支影片呢也是我對蘭蔻這支粉底液的第一印象 因為我之前都還沒有使用過 好啦廢話不多說了我們趕快來PK囉 那在實測開始之前呢請記得訂閱毛毛的頻道 並給影片一個大拇指唷 那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我這邊的痘疤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之前整個就是大爛臉 所以現在形成了很多的痘疤 那這邊也有痘疤 這邊也有痘疤 那這邊比較多痘疤的部分呢 就交給蘭蔻來試試看它的遮瑕力 看看它可不可以把我這些痘疤都遮起來 那這邊呢就交給我的好朋友雅士蘭黛囉 我使用的色號是01 流動性感覺還不錯 不過這個01的色號啊 桂哥跟我說這個顏色可能對我來說會有點偏亮 所以不知道就來試試看囉 那我這次會用刷具上 應該說我都會習慣用刷具來上我的粉底液 那蘭蔻就是上左半臉 這個顏色好像對我來說真的有點偏亮了些 就是上好第一層的樣子 其實遮瑕我覺得還好耶 大家覺得呢我覺得還好 我現在來上第二層 現在呢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有一點色差 我覺得真的是這個顏色對我來說有點太亮了 而且我不曉得是不是它顏色真的太亮的關係 所以遮瑕力的表現其實沒有非常好 我覺得我的痘疤其實都還算蠻明顯的 因為我已經上到兩層了 可是遮瑕力還是只有這樣 讓我覺得有點小小的失望 其實我覺得我用的量已經非常多了 可是遮瑕力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那我今天呢就不會再另外用遮瑕膏來遮我的斑點 因為我已經有用粉底液來做斑點的加強遮瑕 那我現在就來把這一半臉上雅詩蘭黛來看效果 我覺得兩個比起來啊 藍蔻的更好推開啊 雅詩蘭黛的會有點偏乾 平常單獨用雅詩蘭黛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當你兩個一起用的時候 就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藍蔻是比較好推開的 好啦 好啦 好啦我上完妝了 就遮瑕力上來說呢 我覺得還是雅詩蘭黛比較厲害一點 但其實我剛剛再仔細看了一下 其實它的遮瑕力也是蠻厲害的 而且兩者比起來呢 藍蔻的更有光澤感 雅詩蘭黛則是非常霧面的妝容 那現在給大家近看細部的表現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遮瑕力的表現 大家可以注意鼻子的部分 眼下 那我現在呢就把剩下的妝去完成 那我只會針對我眼下的黑眼圈做遮瑕 痘痘的部分就不會再做遮瑕了 這樣呢才能公平的比較遮瑕力持久度 我現在呢已經上完全妝了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細節的部分 我覺得在保濕力上呢 藍蔻真的比較厲害 因為像可能我待整氣房待太久了 所以這邊真的是比較乾 有一點點脫皮的現象 雖然藍蔻也有脫皮的一點的現象 但是它的狀況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藍蔻在保濕力上呢 是比較厲害的 給大家看一下鼻翼的部分 現在的時間是12點58 我們算一點 那我們現在開始計時了 我會持續跟大家追蹤妝容的狀況 現在的時間呢是下午的兩點半 然後我現在呢要出門去運動爆汗 來測試他們的時裝度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就是他目前維持的狀況 好我們出發 現在的時間呢已經快6點了 已經過了5個小時 讓我們來看一下皮膚的狀況吧 我剛剛去運動 然後運動完直接就洗澡了 我通通戴妝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兩邊有什麼差異 亞瑟蘭黛呢我只能說 他維持的狀況老樣子的好 再看蘭蔻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蘭蔻也表現得很好耶 很直妝 那應該覺得呢 那我現在就要去吃飯囉 我們繼續記錄下去吧 我來吃火鍋啦 現在的時間呢是晚上9點鐘了 已經進入實測的第8個小時囉 今天針對這兩個粉底液的考驗分別是 運動了50分鐘 白妝洗澡 白路上逛街 吃火鍋 這四個考驗夠艱辛了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兩邊的妝容 誰比較厲害呢 看一下這邊是亞瑟蘭黛 這邊則是蘭蔻 其實在控油上面呢 我覺得兩者其實差不多 鼻子都有出油的狀況 而兩者是還好 所以我覺得在控油方面呢 兩者都還蠻厲害的 那持妝度 其實我覺得兩者也是 非常的 互分上下 勢均力敵 鼻子這邊呢 看一下 你們覺得哪邊比較厲害 好啦 我們現在來總結囉 在持妝力上面呢 我覺得蘭蔻跟亞瑟蘭黛 是不相上下 就是兩個的持妝力都很強 那在遮瑕力上面呢 我覺得亞瑟蘭黛比較厲害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亞瑟蘭黛比較厲害 因為其實我只用一層 它就可以達到非常好的遮瑕效果 但是蘭蔻呢 我則必須用到兩層 但是這邊呢 我的4號因為 比我原本的皮膚還要再亮一點 所以在遮瑕上面 可能會沒有那麼的適合 那在控油方面呢 我覺得兩者也都表現得很好 保濕度方面的話 我覺得亞瑟蘭黛會比較偏乾一點點 而蘭蔻呢 它的保濕度則感覺比較厲害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膚質 來決定適合自己的粉底液是哪一款 那我自己的膚質呢 是會出油的 不是乾肌 所以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兩者我都很喜歡 所以今天的PK擂台 到底誰贏呢 其實我覺得是 世足立體的平手 不過呢 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蘭蔻這支 零粉感超持久粉底液 所以算是一個first impression 那我可能要多用幾天 我才能知道我到底適不適合它 是真的喜歡它 那就第一次的使用經驗 分享給大家做參考囉 希望這個影片呢 對大家有所參考價值 那如果呢 你對這兩個粉底液啊 有任何的意見 或是使用上的心得 都歡迎你跟我分享喔 那最後別忘記訂閱萌萌的頻道 並給影片一個大拇指喔 這邊呢還有很多其他的 粉底液PK擂台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唷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為什麼我今天就想打它欠